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实际上这三个星要是推动人类文明很重要的三个力量 其中七煞星的画气已经很明确地指出了决心坚持 任何的目标 任何的欲望 任何的想法 任何的希望 都其实需要决心跟坚持的力量才能够去推进成就你想要的结果 如果我们要赋予七煞星一个人物形象 他会是杀手 也会是皇帝身边玉林军的那种将领 皇帝身边的将军 没有声音 但坚持与执行力强大 认定了目标 认定了他的首领 认定了他的老板是谁 那他就会一路坚持到底 除非他的认同或价值观改变 否则他会是最忠实的执行者 七煞星做事专注 吃苦耐劳豪爽 面恶心善 也善于分析 眼光精准 但是沉默寡言 所以当环境产生压迫的时候 有时候会忽然觉得他变得脾气很火爆 不好理解他当下为什么会有这么样子的情绪 这样的星药如果有露存 或者是有其他的星药化露 跟他放在一起 或者是跟其他桃花星放在一起 自然有机会让他柔和一些 另外如果有吉星 例如周浮 右臂 天窥 天月之类的吉星同工 或者是遇到也可以 都可以协助沉默寡言的七煞星 在人际关系上或者形式上面的相对变得比较顺利 另外随着影片的进行 有些星药你可能会感觉到有一些类同性 例如说到刚毅 坚持的时候 我们之前谈过的五曲星 好像也有这样的特质 那他跟七煞又有什么样子的差别呢 其实五曲星的沟通 之前有说过需要定立SOP 讲到他懂并认同 那他其实就会去执行 但是七煞星呢 其实就是真正遇到强 也会想办法咬牙 把他撞破的那种坚持 他只认同自己认同的价值观 我们可以呢 以感情去做举例 大家可能会更有感觉 七煞星的星药特性呢 是可以为爱抛弃一切 私奔走天涯 并且好说歹说 劝不听的人 但他呢 也可以是觉得自己遇到了真爱 哪怕在婚姻的关系的程序之中呢 也可以近身出户 抛妻弃子 或是抛夫弃子弃女 他真正的关键呢 在于他自己的认同啊 感觉啊 是不是改变了 接着我们看这样的特质 放入十二公会有什么样子的诠释 也可以核对自己的命盘 观察一下自己是不是具备这样子的特质哦 如果是命宫呢 我们谈的是主场一个人的个性 行为作风整体的特质 那化气为沙的气沙心 坐入你的命宫呢 你的个性会为了目的呢 非常的坚持坚韧 持续往前的努力 兄弟宫啊 谈的是你父母的感情 有妈妈的关系 同性别手足的关系 那当化气为沙的气沙心 坐入你的兄弟宫呢 你会觉得你眼中的妈妈 同性别手足呢 有很多事情呢 只做不说 相处 有距离感 夫妻宫呢 我们谈的是感情的态度 价值观以及状态 当化气为沙的气沙心 坐入你的夫妻宫呢 其实基本上呢 你是一个可以为爱不顾一切的人哦 当化气为沙的气沙心 进入你的子女宫呢 你其实基本上 亲子的关系呢 会比较不轻 那性需求呢 是高的 财富宫呢 是理财的态度价值观 以及状态 财富宫我们谈的是 理财的态度价值观 以及状态 当化气为沙的气沙心呢 进入了你的财富宫 基本上呢 投资上呢 你会冷静的思考 但是只有自己相信的方法 葡营宫呢 葡营宫我们谈的是 人际往来的态度价值观 与朋友相处的状态 还有异性别的手足 当化气为沙的气沙心 进入你的葡营宫呢 基本上你是一个讲义气 但呢 喜欢呢 只做不说 有时候呢 脾气火爆 难免呢 感情 特别是友情这一方面 我们说的感情 在这一谈是友情 朋友之间的关系上面呢 容易有变动 关禄宫呢 关禄宫我们谈的是 对于生活重心的态度 价值观 以及当前的状态 当化气为沙的气沙心 进入你的关禄宫呢 基本上呢 你工作的时候 会像拼命三郎 拼命三娘一样 天才宫呢 天才宫呢 天才宫我们谈的是 一个人的家事背景 家人之间相处的态度 价值观以及状态 还有居住的环境 以及财库 那基本上呢 化气为沙的气沙心 坐入你的天才宫 与家人之间的感情 跟关系会比较淡薄 财务上面呢 容易有变动 福德宫呢 福德宫我们谈的是 精神灵魂的价值观状态 来财方式 以及状态 当化气为沙的气沙心 见为了福德宫呢 你有一个坚持的个性 然后也容易是老入命 因为呢 你就是凡事呢 都希望呢 用自己的意念 然后很坚持 有时候会不知道 怎么去享福 那来财呢 需要靠肯拼肯努力 如果能有专业 傍身 就是如果能有一技之长的话 来讲 当然是会更好的状态 那父母公呢 与父亲呢 长辈相处的态度 价值观 还有状态 是这个公文 我们看的一个重点 那当化气为沙的 气沙心的精神 父母公 你眼中的爸爸呢 很多事情呢 只做不说 然后相处起来呢 会比较有距离的感觉 来不太爱 是因为 因为 每个人人都在 全新疽 二十年 一年 糖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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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